其实我一直不理解在大理环二海有什么意思 整个海系廊道42公里长 不能开车 一直能顶着大太阳 骑小电驴或自行车 不仅晒掉一层皮 看的还都是一样的风景 只有傻子才会花几个小时走完全程吧 但我今天就被塞门拉着去当了这个傻子 理由很简单 上个月孕前我查出缺维生素D 需要多晒太阳 怀疑四个月了他比我还紧张 出门前就给我戴上了小米血压手表 路上随时能监测心率和血压 结果还没走上十分钟 我就开始想偷懒 拦了辆啤酒车 在车上吹风不累不晒 听到小哥唱歌还有一丝惬意 就这样我们到了华尔海线上最出名的S1 以前我觉得他火得莫名其妙 这里的机车在大理有一大把 但我没想到 我遇到了一个从书里走出来的人 流浪歌手大军 他长得有点像梁家辉 嗓音又像李松盛 但也和书里写的一样 温暖如何 伴随着落日余灰洒在他身后 我看到了一个名妙歌手自由的灵魂 我拿起了手中的小米13 75毫米的长焦镜头 让我不用打扰刺客的他 也能定格下此时的美好 莱卡光学镜头 让我一路不曾错过 每一处尔海风景的景彩 双十一选小米 每一步都来砍 旁边穿着眉红色短袖的新疆大科 也被大军邀请前来跳 大科开始还有点害羞 背着手憨憨的笑着 跳一个嘛 大科 把你的朋友全部叫过来 结果旋律一起 瞬间就媳妇了 紧接着另一位新疆大科也加入 不相识的人们在最美的尔海边 获得了最简单的快乐 我也将今天的快乐打印出来 贴在了我们的照片墙上 我也终于理解了大理环尔海的意义 虽然风吹又日晒 但是自由又自在